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越是顾湘明 大家好 在这样一个熟悉的夜晚 还在努力打拼的你们 是否会想起 心心念念的家乡呢 离开家乡 说起家乡 我最先想到的是 大梁山那原汁原味的 天籁之音 草原余晖下 那悠扬绵长的 码头琴声 或是父亲低影浅唱时 那珍贵的客家乡音 亦或是我在南方遥望 北方的松花江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家乡的面貌 大概有千万种 他们共同汇聚成 同一个名字 叫国家 月是顾湘明 今天我们就以家乡为主题 以歌贺曲 与明月为伴 歌唱我们的家乡 自古以来看到月亮 就特别容易想起家乡 路从今夜白 月是顾湘明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词时 不知道我们的青春学员们 他们的心中 对于家乡 是一个什么样的 想法和看法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 他们的表现 一起来感受一下 他们对家乡的爱 接下来有请 Janga 大家好 我叫阿灯杆 我在乐队中担任码头请生 我叫秦白 来自内蒙古艺术学院 在江戈组合里 担任谭博乐和胡满 我叫胡格吉乐图 在乐队担任胡满和马头请 大家好 我叫秦格乐 我在乐队担任谭博乐跟胡满 我从小是在内蒙古胡浩特长大的 胡浩特又被称为中国辱都 我以前去我的姨 我姨他们家 我直接 就是她会挤牛奶 她挤出来的牛奶 我会直接喝掉 也是比较香醇 纯天然 无人 首先说到蒙古族的话 我当然想到的是蒙古族的音乐 内蒙古分很多很多地区 像阿拉扇盟 厄尔多斯等等等等 有很多个盟室组成的 各个盟室 有各个盟室的音乐的风格 比如说阿拉扇有他自己的民歌的风格 还有厄尔多斯会有他自己的民歌的风格 比如说赤峰通辽 都会有他自己本地的一些民歌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在舞台上表演的是 戴日拉茶 戴日拉茶是我们的老师 用一种比较创新的形式 去编排了我们蒙古族 这种传统的一些表演的艺术形式 能在舞台上将这一类民族的 经典的传统的艺术形式 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表演出来 是比较有意义和价值 有请青春学员 江嘎组合带来戴日拉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团 欢迎订阅 她是蒙古族的一种艺术形式 说唱形式叫好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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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技巧这个 这个其实入门难对我来说入门难 但是学到后面就是看自己练的程度 就有勤练 她不是说话她都确定 那怎么能发出那个音呢 那怎么能发出那个音呢 感觉就是这个的根音叫俠哈 俠哈用翻译韩语过来就是挤的意思 所以她但是不是单纯的意思 她是有技巧的技 她会有一种类似共鸣的意思 说来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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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议过来的 然后德尔夏是 内蒙古东部地区 克尔庆地区 独有的一种 以对唱的那种形式 我们刚才唱的这个版本 是安达组合 和蒙古族的著名的 民间艺术家扎拉森老师 共同编排而成的一个版本 我们是觉得 可以对我们的老师 对蒙古族所有的民间艺术家 和这种比较珍贵 比较独特的艺术形式 给予一个致敬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对这些传统的音乐形式 接触的比较少 他觉得把这一类的 交给我们是觉得 我们作为学习民族音乐的学生 他有这个义务 去把这一类的音乐传承下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传承的这条路上前进着 并不是说我们学习了湖脉 学习了马头琴 我们就是一个湖脉的传承人 马头琴的传承人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得先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巩固好 并不是说要片面的把这个曲子拉会了或者唱会了 就是我们得把这一件东西的源头 或者历史或者说未来的发展方向 综合以上的几种因素 我觉得才可以做到传承这一方面 我们的路还很远 但是我们一直在前进 因为我是个吉林人 所以吉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 不管说是银庄宿果的这个乌松岛 还是这个万言曲折的松花江 我的家乡是哈尔滨 那在中国的版图上呢 它是天鹅的禁果 但人们都赞美哈尔滨 说是天鹅井下的珍珠 那哈尔滨真的是属于那种四季分明 然后风景也特别迷人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加塞东北这首歌 就是能唤醒我对家乡的这个思念之情 因为这里面词写的什么 门口两颗大白羊 包括松花江上 就是我儿时的这个 对家乡的一个记忆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 而且我们这次演唱里面进行的一些改编 加入了一些放可音乐的元素 不是 我肢体不选条 而且这个还有一些简单的舞蹈 其实我跳得很硬 跳得很硬 唱这首歌最重要是什么 想说 你为了让大家开心 对 你为了让大家开心的时候 你自己不开心怎么做到呢 说实话 还是像老师 吴老师说的 真的是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最后来今天这舞蹈刚排 对 刚排 那还没记住呢 现在下午才排 最开始是这样的 然后后来就太难了 我身体不虚弱 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加强一下 就不能说这个东西我不会 我就不去做 对 其实因为他一直 他一直都是很正的这样在唱 你也是 你会跟着他 所以一变放可的时候 你们两个可以做最简单的 你压低嘛 这个可以 这个是最简单的 很简单 恒元跟子年呢 我的家乡在东北 他们这个秀其实 第一点 只要恒元不紧张 真正能够让大家感到开心 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 提这个秀就好看了 我叫刘恒元 来自吉林 我是王子宁 来自东北哈尔滨 我热爱我的家乡 我被东北代言 完了 老铁 我天哪 还有味道呢这个 哎 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叶叶 大豆高粱 在那青山绿水旁 蹲下两颗大白羊 起正正的黎巴圆 一间小草坊啊 哎哎哎 我爸爸有事没事 就想喝点酒 就算是没有菜 那有点不爱的啊 大外长大外酒 这里有心再凉吗 骨盔手六六六 就声满堂了 哎可哟 我妈妈从小 三杯酒量啊 一天她唱着善歌去学堂 只唱着老大爷 放下了她的大眼袋 只唱着小伙子 更加思念的姑娘 只唱着老大娘 放在真心里大 只唱着大姑娘 眼泪往往的 梦见的喜一生呀 哎哎哎哎呦 来了来了 我妈妈从小 三杯酒量啊 每天她唱着善歌去学堂 只唱着老大爷 放下了她的大眼袋 只唱着小伙子 更加思念的姑娘 只唱着老大娘 放在真心里外 只唱着大姑娘 Count her explosive 只唱着老大娘 就是槌asi ć italiano 我自己家最东西 是可爱的吗 可爱的 你放一下鸡皮疙瘩 我老亲切 确实是把这首歌 随着那么节奏 做得非常的欢快一些 中间加了一些放开 节奏 比之前的那个 蓬龙那一版会更时尚一些 更现代一些 《家在东北》这首歌 是蓬龙先生演唱的 最初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会感觉更多的是 他在描述的是东北农村 比如说乡土气息比较浓厚的 像有烟袋啊 有针线啊 包括有大豆高粱啊等等 那王子宁和刘鹏源 唱的这首《家在东北》呢 让我感觉到更有一种互动感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还是加上了一些 话剧和音乐剧的成分 这个就把这个 一个是东北地区的 这种二人传风格 实际上是加入到这个 音乐文化中来了 所以大家原来啊 对于东北这个 乡土气息浓厚的 那些像热炕头似的 那种印象 其实已经逐渐在发生变化了 哎呀 翠花 老铁 来了 我真的今天也是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你 原来我们的国音宝宝 还这么的热情 所以说今天你们两个人 专门选择了这样一首来歌唱自己家乡的音乐 就我们都来自东北嘛 我觉得东北其实很酷 因为我们东北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就比如说我们吉林 就好玩的地方有乌松岛 就是在冬天的话 那个松树上会接受特别好看的冰花 还有长梅山天池 就去过的都知道 就像人间仙境一样 好吃的就更多了 像吉林叫代表性的吉林煎粉 还有酸菜猪肉馅的饺子 锅包肉太多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吃 就包括我上大学之后 去珠海那边上学 我也特别想见家乡的味道 就经常会找一些东北的菜馆 做一些攻略 去吃家乡的美食 紫宁的家乡是在 哈尔滨 在哈尔滨 所以说家乡在你的印象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大家对东北的印象 还一直停留在大花棉袄 但是呢 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东北人其实有很酷的一面 歌曲中呢 我希望我带给大家的 不只是大花棉袄 而是能够想到我们被誉为 东方小巴黎的哈尔滨 中央大街 华登出赏 流光溢彩的繁华 以及哈尔滨大军院等等 这些活力 时尚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愿意去了解东北的更多面貌 我相信他们这辈的孩子们 可能他们看到的是 跟爸爸妈妈那辈眼里不一样的东北 应该是一个新东北了 小时候记得就是东北很多就是平房 甚至说农村都是睡在火炕上 长大之后就是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大厦 就是变化很大的 不管是老东北还是新东北 今天呢我们都从两位学员的身上 听出了东北人的好爽和可爱 这就是他们眼里的家乡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新南民族大学的牧师乐队 牧师乐队 它叫瓦齐不读者 然后我们主唱 吉尔赤沙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大亮山 是全国一族居居最多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就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在山里 大家生活的比较结局 教育交通这些都不是那么的发达 然后当我在外面读书读了很多年 回到大亮山以后 我发现大家的生活变好了 我看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修满了小洋楼 我在一个村子里边遇到了一个老人家 他说 从前的人 衣服破了还在穿 现在的人 没有人穿旧衣服了 近几年来 我的家乡变化真的很大 现在的大亮山 交通非常方便 农村里都建了许多的学校 让许多在村子里的孩子不用出圆门就可以读书了 当然除了这些家乡的变化 我也非常喜欢我们家乡一些不变的传统文化 比如说 我的家乡有许多的童谣 然后渐渐我就从这个方面我就发现了许多小时候我们会听到的童谣 老人们会用的乐器和民歌 小朋友们不会 我就在想时代的进步肯定会带动我们生活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在流失 那我能不能用别的方式 趁着文化消失之前 来把它记录下来 感激这首歌 其实它是一首有很深的寓意的一首歌 我是根据 就是我当时在梁山采风的时候 我到了那个集市 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当时就想好了 我要怎么样去创作这首歌 最想传达给大家的就是一种氛围 老师能重来一遍吗 我刚才有点没跟上 没事没事没事 儿发里有什么问题吗 你今天儿发里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是我的问题 因为排练的时候 他的歌曲的写法是 等待是反拍进的 音乐和鼓 节拍是打架的 所以要找进去那个节奏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表情 突然间就变得紧张了 因为没有节奏了 因为编曲有重新改动 我刚开始的时候 一直在特别注意的 在听我的节拍 所以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没有那么放松 大家都说 怡族是一个害羞 不善于表达的民族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大梁山的传统音乐 加入新的元素 让更多的人听见 不善于表达的民族 莫菇地了 有香油吗 来看看他 哎 早过来了 丁江 下不子丁江 大地香瓜 嘎嘎甜 不甜不要咸 糖菇丽 丁糖菇丽 啊 是模仿了一个市场的那种 还是感激这首歌 这集市是可够丰富的这东西 各地的都有 这首歌 有点儿 你说的 我给你带他 有点儿 有点儿 我给你带他 快乐 我给你带我 带他 没什么 我给你带你带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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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好听 感性 感谢观看 好好听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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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